讲的就是逻辑判 逻辑判断基本上很简单 其实你会发现判断完8 比较大留下来 因为判断这个是大于 大于BMA 所以第一次一定是比他大 因为BMA是0分 怎么样一定都会比他大 所以基本上的话 他会先把80分先留下来 然后80分再跟58分比 有没有比较大 没有 所以他就没有去执行概括动作 所以没有 没有一直到最后 所以最后把80分留下来 然后把刘小花也留下来 就大概这样的逻辑 OK 可是如果我今天 我不用这个方法 其实我刚刚讲过 你用max max就可以抓到80 可是接下来 我只要找到 这个他的位置之后 我就可以把刘小花 比如说这个80分在哪里 那如果我知道他在哪里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刘小花 因为他在同一列 在同一列的 这个什么呢 他在B栏吗 他在A栏 所以同一列的A栏 帮我把这个名字给带过来 那这样子就可以不用逻辑判断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方法2 方法2的话需要用到 要学会那个什么 创列里面index的函数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用index怎么做 方法2 方法2的话 基本上就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这个逻辑判断 也就是这边的话 通通可以把它简化 因为你会发现 基本上 这个逻辑判断 总共三行三行整以九行 九行拿掉 突然清爽许多了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没有用逻辑判断 那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最高分 其实直接用什么 max就可以 max什么呢 这边其实给b就可以了 maxb 意思是说在b栏里面最高分的是 有没有 这里面最高分的是谁 意思是说 这个串列里面最高分 那就80分 所以他return回来就80分 但是第二个比较麻烦 其实这个地方最难就是b name 到底b name名字要怎么得到 其实特别注意 这边可能你需要什么 用到index函数 那首先第一个 名字一定在A栏 所以A 可是问题是A的哪一个位置 我不知道 哪一个所影值 我不知道 可是基本上 从这边可以看到 他的位置基本上是在哪一个 在index应该是0 因为从0开始 也就是如果今天我用什么呢 他的位置应该是b 最高分应该是b中瓜胡0 有没有 可以得到这个东西 那如果要得到这个的话 那就A是什么 A中瓜胡0 有没有 那就可以得到什么 刘晓华 所以其实我只要知道 他最高分的所影值就0 把这个0放到这里面来就好 怎么做 特别注意 所以后面最难的地方在这里 但如果你会用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去找什么呢 b.index 特别说在index b.index ok index 小瓜胡 index指的是要找 去b这个串列里面找什么 找最高分的那个的位置 所以你就把index里面放什么 放b max就可以了 那利用这个找到的结果 就会是多少 就会是0 那他就把A中瓜胡0 意思就是那个什么 刘晓华的名字带过来 这样就ok了 也会比较简单 不过最难的应该是 index的使用方法 ok 所以如果你会用这一招的话 我想你应该就不会想用刚刚的 因为刚刚至少会多出九行层次 而且再来b.index也可以拿掉 因为b.index这个变数其实不需要 因为直接就把A那个串列 所以基本上如果行数来看 基本上呢 就会比刚刚程式少了 总共十行 但是你可能要特别注意 怎么做 我再做一次 C这个最高分的话 就是max 最高分就小瓜胡 然后去帮我找那个C 指的是英文的最高分是几分 那我怎么知道 最高分的英文最高分那个人是谁 是谁的话一定是在A串列里面 那A串列里面呢 用什么呢 用C去找 C.index 小瓜胡 index一定是一个小瓜胡 去找什么呢 找那个C里面最高分的那个的位置 帮我找回来 所以他旅证回来的话 去找完之后的最高分的那个 我看最高分那个C C.index最高分的是一样在这里 所以他return回来的话 index回来的结果 那会是0 0的话呢 再放到哪里呢 放到A里面去的话 那刚好又把刘小花给带过来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一样的方法 D的话一样 就是max 一样就是小瓜胡 然后放个D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帮我去找什么呢 找A这个里面呢 用D去点index 去找一下 index则是找 找什么呢 找最高分的那个数学成绩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index就是找位置 找到位置之后的话 帮我把位置的结果放到这里 我看一下 会不会又是0 那他就把0的位置放过来 那找到也都是刘小花 不过将来如果你想要换个位置 你可以把这个成绩自己改行一下 那最后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基本上的话呢 执行出来的结果呢 应该也会跟刚刚的一模一样 OK 这个刘小花80分 85分 75分 OK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利用那个 这个 这个关键的地方应该在这里 A的中国阿胡 去找一下 那个index一下 他 那个最高分的这个数影值的位置 OK 那这个部分请各位试一下方法二 方法二 看 看起来方法二应该比较简单 那像那个证照考试题里面有类似像这种题目 可是 因为证照考试题 他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用哪一种方法去做出结果来 两个方法其实你做他都会给你分数 OK 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这个部分 那这个的参考答案我也是把它放在 如果不用逻辑判断 用那个max加index 在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应该在 我们云端的第15页部分 那这个做完之后 待会请各位就是再往下卷动 底下的话呢就是在另外一道题 就是合并什么全省邮局资料 全省邮局资料在哪里 请各位找一下 我印象中是在我们的范例档吧 这个可能要放在那个范例档里面吧 范例档里面有个全省邮局地址 你把它按右键直接下载就可以 因为它是个DIP档 把它下载之后的话 然后呢 它是放在哪里 放在下的一样按右键 解压缩全部 这个目录建议是把它删掉 因为不然的话 它会放在全省邮局地址里面 又一层全省邮局地址 多一层 我是建议 如果你是用解压缩的话 解出来 好 这边有个全省邮局地址 那各位可以看到 总共会有25个档案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我希望把这里面的所有的资料 把它合并在一起 也就是说 全省邮局有这么多的资料 那如果呢 我希望最好是一下 你不要说用复制贴 如果你复制贴 你很花时间 而且如果每天都要复制贴 它资料又update了 那你又要复制贴 那很少费时间 而且这还好只有15个档 如果这里面有250个 2525个 那你根本不用去想 你一定要写程式了吧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先第一步先下载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待会的话 我们会练习 其实这也蛮常见 就是如何把那个大量的资料 做合并跟分割 可以合 然后如果你要分的话 也可以马上就分回去 就是怎么样针对外部的资料 做合合分分 那合的话 你可以把它合到资料库 所以后面的话 这些档案呢 有没有办法再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做检索系统 OK 比如说查哪个区域附近 有没有邮群 OK 然后李米加最近的邮群在哪里 好像最近是被战报的 好像就是那个什么 最近那个唐凤不是做了一个口罩的 那个就是查 就是要最李米加最近的 那个结合过地图的 那个那一套系统 就非常方便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想想看 当然很多地方都是值得去做 因为你做出来之后 事情就变简单了 但是总要有人去做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先把刚刚那个 用max跟index这两个函数 可以取得最高分跟最高分的位置 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逻辑判断 那如果做完之后的话 再去下载那个全省邮局地址的那个 日IP档 下载再解压数 解压数记得啊 看一下如果有两层目录啊 你就把那个 就是产生一层就好了不要两层 试一下 就说那边就要是 对啊 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